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那接下来我们柯师傅也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师傅这个季节因为是花椰菜的季节 所以这个要推荐大家多吃花椰菜 那我今天是花椰菜来搭配这个双鲜 那我这个双鲜就是我们 就是常备的一些像虾仁来透抽这些东西来做 好 我们先放一点油 那锅热油我们炒洋葱 我们先把洋葱放进来爆香 好 今天准备的双鲜有套鲜还有虾仁 师傅这个套鲜是新鲜还是冷冻解冻 其实套鲜台湾一年四季都有 那当然也有冷冻的 那我都是买很牢 我自己也是菜市场长大的 我们家还是住在菜市场里面 所以我还是习惯在传统市场里面挑 好 这个时候套鲜下去跟着拌炒 对 套鲜放进来 好 拌炒一下 然后我们的虾仁跟着拌炒 这个都容易熟 所以你煮的时间不需要很长 然后呢 这时候我们把香菇放进来 好 香菇也跟着拌炒 对 你不需要等它变色 因为变色的话 等一下你吃的话会太老了 我们稍微给它拌炒一下 然后稍微有一点变色就好了 稍微有一点变色的时候 我们先把米酒放进来 好 米酒让它抢香 米酒稍微放进来 让刚刚那个海鲜的鲜味更明显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花椰菜放进来 好 那我今天选择两种花椰菜 因为现在就是当季 所以白 绿都是当季 然后再把绿花椰菜放进来 然后稍微拌一下 然后我们加点水 加点水给它焖一下 我们柯师傅这一锅也烧好了 对 其实我们看到的水温气焖出来就差不多好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把准备好的这些甜椒的部分 最后可以搭配一点甜椒 对 因为甜椒它本身它生的都可以吃 所以我们不要太早放 而且海鲜也可以再搭配白胡椒 是的 是的 冬天有一点点胡椒的那一个热辣 这个吃起来的炖菜都很舒服 对 我们放上一些盐 然后胡椒的量一定要够 胡椒就是海鲜的话 这个胡椒是最好的 胡椒就是海鲜的好朋友 对 然后再把香油放进来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哦 海鲜真的非常鲜甜 不然它的透抽跟虾仁 它加入了那些 不管是绿花椰 白花椰 还有它的那些红椒 食材本身就非常鲜美 那我觉得真正的精华 你一定要喝一口它的汤 所有的精华的那些 非常甜非常鲜的食物 都在汤里面 喝一口真的是非常非常赞 大家可以在很冷的冬天 可以学学这道料理 那我们今天当然在讲说 很多的一些危险讯号 我今天要再提醒一件事 我们讲说疼痛 是不是就吃个止痛药 可不可以忍痛 有时候会产生很大的一件事 我先讲我最近碰个案例 好 我 好 好